这是顶级滑枪杯AirPods Max 这是4,399元的正版AirPods Max 库克等了整整三年 滑枪杯到底能否赶上原版的做工和质量 打响极致性价比的口号 大家好 这里是林喵喵 最近在刷小黄鱼 全新未拆封的AirPods Max竟然只卖1,800 好家伙 库克是不是都要从你那儿进货 本着不会上当受骗的原则 我也是在PDD花了500块钱 买下了这款顶级滑枪杯AirPods Max 正版了也一定拿下学亏大几钱 在这里就是先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 下面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顶配滑枪杯就是不一样 看着包装起码至20块钱 整体包装盒外观设计的非常高仿 打开包装盒之后 感觉它保留了一种原始的工厂的塑料味 是呼应的 打开盒盖 咱们可以看到一个耳机 还有和正版一模一样的防尘耳帽 一份说明书 一根Type-C转Lighting的充电线 非常的良心 非常环保 首先让我们来欣赏一下 这两个耳机的外观到底有什么区别 整体来看的话 滑枪杯的整体偏向于纯黑色调 正版的整体则是深空灰色 滑枪杯这次竟然没有把外观的颜色仿得透彻 Oh my god 耳机保护套方面的话 滑枪杯盖盖的时候 它这个瓷吸就不够强 正版的瓷吸它就比较的强 还有就是正版保护套 它里面是绒面 摸起来也会比较舒服 滑枪杯它则是一种光滑的 一种很省钱很劣质的材质 摸的就比较不那么舒服 耳机伸缩套杆呢 正版它就比较丝滑 没有异想 滑枪杯的伸缩杆呢 伸缩的时候有沙沙的一些异想 我怀疑就是为了省钱 不加润滑油 材质方面的话 正品的外壳采用的是铝金属 而滑枪杯则是采用一种塑料吐漆壳 还有就是滑枪杯的这个塑料壳子 比它原版的这个铝合金还要重 这里呢给你们分享一个辨别真假的小技巧 滑枪杯的这个塑料 可能它敲击起来是这种哒哒哒的 正版的铝合金呢 它敲击起来是这种很沉闷的声音 滑枪杯的耳帽和正版一样 也是可以摘下来的 可以看到滑枪杯把耳帽拿下来之后 竟然没有序列号和logo 正版的把耳帽拿下来 就能看到序列号和logo 还有一个小技巧 滑枪杯的耳帽还可以放到正版的上面 就是有一点不严丝合缝 但是原版的耳帽放在滑枪杯上面 竟然可以严丝合缝 众所周知 正版的是有弹窗的 我们来看看滑枪杯的到底有没有 可以看到有弹窗的 按钮也可以通过旋转来调节音量 按下按钮竟然可以切换降噪通透 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这两款耳机的降噪通透 它们的差别到底有多大 要怎么办呢 又要打电话 咱们的扬声 就来到待机 sabe 咱们的头发 咱们的扬声 咱们的扬声 这个衣扬声 要看 整个窗户 噪通 正版的旋转按钮和握着的表观手感一样丝滑 怎么转都不会有阻尼感 华强北的那个转起来是一档一档的感觉 音质是个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放两段音 接下来我们放松的旋车 然后再放松一档 再放松一档 再放松一档 将冰冷漫洞 也放松一档 然后再放松一档 再放松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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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